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鴨 我們現在打一下六瘋王的災二級 那注意喔 這個是有核心敵技的版本 也就是原版 六瘋災二有兩個版本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邊的話 帶大家用這次合作的一趴大獎 飛春劍星來通關 那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隊完全不用腐化龍科喔 六瘋災二過後 左上角就會有混沌值累積 我們要嘛帶附加消除的角色 要嘛就是帶... 那個腐化龍科 帶好帶滿 這樣子才不會去累積那個混沌值 可是這一隊是完全不用 只是說要幫我注意兩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 龍科幫我帶一個比較好綠珠的形狀 因為滿版盾我們需要靠龍科來解 龍科用一個滿版出來 我們直接解掉這樣子 那再不然就是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要等下禮拜雷時泰出來 雷時泰那個主動機有轉固定數量跟位置的水火木 不知道是不是滿版 如果到時候真的是滿版的話 你可以等這張出了之後再來打 當然到時候劇本跟隊伍 你可能都要再自己稍微調整一下下這樣子 齁 災二級每個月都在復刻啦 所以你說今天錯過也沒關係 下個月還有一次齁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如果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開米燕 我們把光稍微炸掉一下 我們就隨便水火木1C送他 然後轉完直切就可以了 因為這一隊只有水火木齁 所以我們去消到水火木才有加C的選項這樣子 好 第二回我們再做一次一樣的事情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送他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這邊的話我們要開米燕 然後稍微大力轉一下下 因為對面如果不是克屬打到他 傷害會剩5%還是10%吧 有點忘記了 反正這邊就是稍微大力轉一下就對了 OK 來 這邊就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我們開劍型 然後選擇雙龍閃 雙龍閃是右邊那一個 好 我們把第五跟第六直行的珠子對掉 這樣就會剛好是5組同C 火加星等於5C吼 好 總好 我們就直接直切 好 來 接著左上角混沌值來到80%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要來擠掉這個混沌值 我們先開火難 好 然後接著我們開米燕 好 然後斬左 好 來 接著最後人生狼吼 好 那人生狼這邊的話幫我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火難開下去前三顆會變成火牆 但是我們這邊最好要轉1C而已 所以我們先把火這邊來回凸一下 好 然後接著把火中間這個拉到最右邊這樣 一扛就可以了吼 好 總共做一個直切 OK 好 接著來到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有無數強加工錢盾 好 那工錢盾我們可以用那個龍錘傘來無視 我們就開劍心 然後選擇上面的龍錘傘 好 那這邊你說 欸 卡珠了怎麼辦 水珠只有一顆 好 其實我們剛剛那樣子 只消一坑啊 火木光暗都會剛好留下來 所以水珠卡住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米燕叫出來 好 那這邊其實劍心嚕過去 也會變成強化珠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專心把一顆加護珠留下來就可以了 好 那總共一樣去做一個直切 好 那劍心 無視弓錢就直接帶過去了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吼 把暗珠放到左右下角去 然後都不要去消到他 好 接著我們就直接轉貨門的就好了 好 總共我們都去做一個直切 好 這個放到左右下角的動作啊 是避免讓他場上暗珠越來越多吼 假設你左右下角放的不是暗珠 假設你右下角放火好了 那下一回合他就會把火轉成暗 你場上就會越來越難轉 這個一定要注意吼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繼續不守消暗 然後四回合送走他 因為對面有25%盾 好 但是等一下到第四回合的時候要注意 我們又要來擠掉混沌值了吼 所以等一下動作記得不要做太快 不然可能會一個不小心miss 然後你的混沌值就到百分之百 那就會GG 要注意吼 好 第四回合這邊來了 我們就開迷焰 人生狼 火男 好 然後我們開劍青選擇雙龍閃 雙龍閃是右邊那一個 好 那一樣 前面三顆會變成火珠 這個再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 好 總共一樣直切 OK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六 第六這邊等一下二血就是要轉滿版的地方了吼 來 第一回這邊用第一條血 我們先開斬左轉完直切 一血還不是困難的地方吼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那接著二血 這邊就是我們要叫一個滿版出來 為什麼是要用龍科叫滿版 是因為他讓新珠不能消除 所以你說不管開斬左 人生狼 他們都會有新珠的產生 所以這邊的話沒有辦法這樣子操作 好 那等一下龍科要怎麼去轉到滿版 我自己習慣讓場上留兩到三種珠子 你方便轉滿版的數量為主 你不要讓場上一樣有水火木光暗 那就跟平常的版面沒什麼兩樣了 所以盡量讓珠子可以減少那最好 好 那總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好 那我自己的話 習慣讓場上留那個火跟水 這樣子就好了 剩下我們都可以專心去把它炸掉 所以這邊才說 你需要帶一個你比較好綠珠的龍科 這樣子你轉起來才比較不會綁手綁腳 好 那我場上就只剩水跟火 就真的只剩這樣子 那等一下就直接把滿版轉到就可以了 好 那你說剩這個版面的話 到底要怎麼去轉到滿版 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一樣的珠子全部黏在一起 它等一下就會自然而然變成一個滿版了 對 就像我畫面上這樣子 你說只有兩康怎麼辦 沒關係 一樣帶著走 所以不用擔心 好 這邊就帶過去 好 那混沌值這邊是來到60% 不過我們也差不多是時候再去把它擠掉了 好 來 這邊我們開劍心 然後選擇龍錘閃 龍錘閃是上面那一個 來 直接我們開冥宴 好 火男 好 然後人生狼 好 那這樣子狀態就又擠掉了 好 這邊記得前三顆會變火 所以我們就在火的地方塗就好了 好 那劍心的龍錘閃有無視反手消 所以兩隻都可以直接收掉 OK 好 接著來到第八 好 第八這邊的話 全體進入休眠 可是斬左不會被休眠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好處 好 直接讓斬左進到那個 欸 不是進到啦 我們就直接用斬左去發動攻擊就好 那如果你的數字 是可以讓你很安全的消到20顆的話 那你就直接開斬左 那如果說是不安全的 你就直接抓斬左 大力轉 也可以 看你自己習慣哪一個 好 20顆 那就是火珠都不要消到 那就是火珠都不要消到 自然就是20顆了 好 來這邊直切 OK 來斬左就帶過去 好 來 接著二血的話呢 我們就開斬左 好 然後轉完直切 拼圖有內建無視 好 來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九 好 第九這邊的話 我們開斬左 好 然後轉完央直切就可以了 好 OK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開人生狼去解鎖 好 那這個版面就剛好 手消全部的暗珠沒問題 所以直切 這樣就好了 好 那這個是一階段的血 我們就帶過去了 來 接著來到二階段 二階段的話 我們開劍心 然後選擇龍錘傘 龍錘傘是上面那一個 好 來 接著我們開迷焰 好 火難 好 斬左 這樣左上角的狀態就有擠掉了 好 那總我們一樣去做一個直切就可以了 好 注意前三顆會變火 開火難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喔 不過對面有無法控制啦 所以 我講一下火難的技能 它是那個點燃的效果持續期間 它前三顆會變火牆 所以如果沒有點燃應該就不會 不過反正你就稍微小心一下這件事情就對了 好 接著來到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這邊我們開劍心 然後選擇龍咬閃 龍咬閃是下面這一個 好 我們一樣開斬左 好 那轉完去做一個直切就可以了 好 接著來到第四條血 第四條血這邊的話 轉隊6C他就會自己自殘 但是這一回合轉完 我們去開一個龍咬 為什麼 我要吃的是他減CD的這個選項 這樣子等一下就不用再洗技能了 對 阿你如果說龍咬沒有跳 沒關係 等一下再洗一下就可以了 1 2 3 4 5 6 好 OK 轉一個基礎的6C 好 然後轉完去把龍咬打開 好 這個龍咬是減CD用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管版面說 我要轉滿版啊 或者是什麼有的沒的 不用了 就是全力把分數 拉到減CD那一個標準就可以了 應該是7000分 好 那這邊轉隊6C他會自殘 好 接著第五回合核心就張開了 那這邊我們開劍心 選擇龍錘閃 龍錘閃是上面那一個 好 來 接著我們開迷焰 好 然後我們開人生狼 好 那這邊我們只要把水火木隔開就可以了 對面是光暗星牆連機箱等 總共我們一樣直切 好啦 那以上這邊是 這次合作的一趴大獎過六風宅2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